我跟你講你也沒有訂閱你絕對不會知道 懂嗎 開啟小鈴鐺 好啦我剛才就講球員 哪個裁判最難搞你直接講啦 CBA裁判是不是很難搞 有主客場 主場就是基本明星少啦 主場少的話我覺得這個大家都可以認同 所以客場真的很不好打嗎 在CBA那個時期 你只要外線準 誰都干擾不了 就是沒有身體接觸的情況下 對 因為他連犯規的機會都沒有 那S咧 S那時候我們比較怕對達星 因為達星他的陣容比較完善 喔那是 那P啦P P的裁判 過去的經歷來說 你看VN的球賽 資深的球員 每一個moment或者死球的時候 他會去跟裁判去聊一下 溝通一下 其實這個都是一個小技巧 他要去了解裁判的今天 溝通的意思了 我們球隊現在要犯規戰術的時候 你要先去跟裁判說 我到底要不要犯規 我要還是不要 有些裁判會認為說 現在差一分 剩下二十幾秒 你是落後 你可能要犯規 對手只發十四秒的邊線 他就以為 你好像要犯規 給這些學弟們一些建議 沒有 因為裁判 他有他的想法 跟他的很專業的一場 但是有些他真的給他吹犯規 有吧 還是有啊 絕對有 哪一個裁判最難搞 真的都很難搞 我的印象是 就是我們打練習賽 一開始呢 他前面吹一個 比較空力兩可的一個吹判 但因為畢竟是我們自己 我們可以有很多的討論嘛 我今天這個動作 在你今天的吹判是不允許的 哦 那我可能就知道 我之後可能不會這樣做 他老子就這樣表現他的專業你知道嗎 弄你一下啊 我真的忍不住 我覺得XX他 可是這樣就是一樣的標準啊 裁判有時候 他想要做什麼就做什麼 但是他沒有去想到 球員的立場 像很多人打架 出拳啊 推啊 在這個之前 一定是已經發生 很多很多 比較不合理的東西 我舉個例 譬如這是球場嘛 他有三個裁判嘛 一個裁判在這裡 一個裁判在這裡 他有分區的嘛 這邊如果真的在打架 這個沒有吹 他們也不吹 為什麼不吹 我上次真的問了 他回過什麼你知道嗎 那個裁判沒吹 如果今天都打架怎麼辦 以球員的立場來說 發生任何很多事情的時候 球隊的支撐球員 像我就會去問 誒剛剛那一球為什麼這樣子 可能裁判給了一個比較 他的想法跟說法 那我回去告訴我的隊員 誒你不要再這樣 打課場 你一定會遇到組長 這個是合情合理 合情合理 這個只有我們打了才知道 哪一個課場 所以國防隊打另外五個課場 最難打的就是富邦 確實不好打是富邦 打不贏的沒有吧 立航員 真的難打嗎 立航員就可能他之後的時候 他就是上身體嘛 像馬老師一樣嘛 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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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啪 我難道 還不能不吹 我懂 去那個立航員播球賽 然後我就剛好碰他名 我說今天立航員很重要 如果再輸的話就九連敗了 他說 哎呦這又不是你要擔心的 對啊 我前三集就把它處理完了 我說你真的要這樣子嗎 你有沒有哪一場真的 前三集就搞定了 對了 我那天跟那個浩呆聊 所以你有在做髮型嗎 怎麼可能 我還學會做髮型嗎 我是最不缺頭髮的你知道嗎 髮型跟髮型 你在講什麼 顏色啊 你可以染個顏色啊 我不需要染髮 不需要靠造型 因為我很認分 哦你靠球技 好好打球 現在球隊 以我們球隊來說 只要再進入第四季 不要超過十五分以上 我真的無法自保 我第一個想法是 又讓我當英雄了 其實我現在慢慢習慣 因為去年我還有大概 三十六分鐘 今年我大概是二十九分鐘 可能我連接到他們調節我能力 後來我發現 對我是有幫助的 也可以訓練到其他球員 確實是好的 能力就在那 怎麼辦 我又想踢掉 實力不允許 好 在內地他有一個體測 你覺得我們台灣要不要也 嘗試著用一種體測 體測不是測單單體能而已 他還要測技術 命中率一定要達到 然後體能就是一定要跑到 重訓就是重量一定要達到 工會來說 我提過了 體檢很重要 不管是對外援 對本土球員 像那時候我們打CBA 回到球隊的報到的第一天 一定就是去醫院做一整個完整的 這很重要 這個是對於球團 一個保障 下個年度一定會實施 所以幾個想要走漏洞的 好 好了好了 哇 油敏哥也不一樣了 現在不管是P啊 T啊還是S啊 有一些外援 曾經有過一點點NBA之力了 他就拿翹 可是實際上真的有經歷過NBA之力 一段時間的 真的非常自律 而且很在乎比賽 像那個我們在達新的時候 OJ沒有 因為那時候我是執行教練 他說 欸 コーチ 我還以為你要講一整段英文 還呀 我等一下講一講 我連韓文都出來了 Kansamita 他意思是說 教練怎麼安排 我怎麼做 我來就是要表現我最好的 沒辦法在NBA生存 當然是有另外一個原因嘛 可能受傷 可能什麼家庭藝術 當他們到另外一個 比如說國家去 尋求他們的第二處 他們反而會更謹慎 打得好 有機會回到NBA 或者甚至可以 到其他國家 或者其他球隊 領取更好的知識 對對對 明哥 你在家裡扮演什麼角色 要出門之前要做很多事情是不是 當然因為 你有小孩嘛 有小孩 你一定要替另外一半去 分擔啊 對 比如說小孩的作業 作業你看得懂嗎 我先講好 你看得懂嗎 目前小一還在加減 加減OK啦 還好沒有懲處 老婆教練高中生 他們都要稱操 OK 你去 小孩上課呢 就是交給我嘛 漂亮 你要準備早餐嗎 當然啊 期間到送去 我最晚就是練到三點 那其實小孩是以我為主 你去接喔 對 我去接 所以早上也交給你啦 下午接他也交給你啦 其實幾個 園長跟班老師也是瘋狂啦 園長跟班老師是女生嗎 男的瘋狂我們就不多說了 多說 不要下班好嗎 為什麼每次約你出來那麼難 他很常出來倒垃圾囉 倒垃圾這個已經老梗了 大家就不要一直照舊 要跟 所有球員講 敏哥只要一出來倒垃圾 最後就倒五個小時 雙北真的要出來認真倒垃圾了 誰不認識我 早期呢 雙北 都還沒有那麼認真的去分類 我很燙 因為我把他公司委會是影響其他住戶 遇到一箱上你去生的 去買咖啡 杯子還不止的 換蓋拿去塑膠的 想要來大人家會有我的意思 就這樣就丟就回說 所以你在家裡的角色是 苦工 說吧 重溫一下歷史 武則天 生了兩個 太子 對 我忘了到 我生了兩個太子 我大概就是 太賤 那你要照顧兩個太子 兩個小孩我們先處理 對 欸 武則天回來了 欸我沒想過你那麼怕呢 你在我心裡面很強欸 真重 有一次教練換他上去的時候 他兩個球型的鞋帶都已經把他解開了 所有大家都在等我綁鞋帶 是啊 那個是誤會 我是賽後就打給他 我說你幹什麼東西 我就不想打了 他真的大哥 其實大家都不知道 像我們兩個那麼好 其實我們吵過腳 台幣那時候要三年半那一年 冠軍戰隊打青 在冠軍戰前戲 跟群隊就是有一些意見不合啦 我就覺得他不會拿冠軍 他也覺得我不會拿冠軍 然後就一直在那邊爭執這個 就是畢竟年輕嘛 年輕 有時候講話就是 欸 然後旁邊的所有人 黃金時代的所有人 只有我敢對他這樣子 沒有人在碰頭的 對 結果我敢把你頭 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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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帥了吧 他們啊 神經病啊 讓他們的罪名自己決定 你們現在才知道 你們平地人走開啦 哈哈哈哈 Final FB是志豪拿走 那我也不知道 記者是怎麼了 為什麼沒有選我 學長 我跟他吵架啊 我就是要幫他拿Final FB 我那兩場啊 確實打得還不錯 在我們面前顏色我 哈哈 重點是也不敢對我說什麼 顏色 可能怕我們對他出一拳 動作都沒做 剛好對到 欸 我那個四分打 第一個就是他給我的 我一出去 欸 有一個人突然把手給我 以前在我們那時候 SBL 什麼事都可以發生 我們那太密集了 七個隊 對 對每天尬在一起 每一次一打完 真的大家都不用約 收口錢櫃 欸你來了 我來了 你會多久 我XX就來了 哈哈哈哈 你打幾點了 我打三點了 那時候 錢櫃還沒有改建的時候 我們都喜歡包廂 一首歌我們就一人捐一百 一百塊放哪裡 那我就放在那個 十什麼膜啊 後來改建可能那個功能就拿走了 我們考 觀眾球迷 一個問題 就是在我們那個年代 十五年前 十五年前 唱歌的麥克風 不管是弄壞 或者是弄丟了 找不到 多少錢 第一個送 林志杰 親筆簽名的T恤 第二個我們送 林家雙兄弟的 親筆簽名T恤 你要去弄欸 第三個是 今年的冠軍球隊的 全隊簽名 哈哈哈哈 第一個是 3500 第二個4000 第三個是5500 哎呀我冠軍不是你們了欸 好守衛 我們在乎那一兩個冠軍嗎 欸敏哥真的大放鬆啊 跟三個獎項 傑哥啊 雙齡啊 然後跟冠軍隊了嘛 你們都猜一下 我們那個十五年前那個麥克風 到底多少錢 第一個3500 第二個4000 第三個是5500 在我們在頻道的下方留言 隨機抽必須要訂閱啊 發現沒訂閱了 那我可能就把它取消啊 沒有啦 你沒訂閱了 你還想抽 哈哈哈哈 我想看冠軍帳 不好意思你買票嗎 我沒有啊 就是這樣你 哈哈哈哈 什麼的想法 按讚跟訂閱必須要有了好不好 各位各位 粉絲們 粉絲們 好不好 各位粉絲們 請一下資源 謝謝單元 然後我歡迎 最麻吉的大來賓 我覺得我們下次改一個 韓式考慮 現在收尾 你可以讓我收一下尾了嗎 假設我們現在有那個磁盤 嘶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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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嘶 嘶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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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是 林志杰 簽名的T恤 對 簽名簽名的 對 簽名啊 他很簽名啊 懂啦 懂啦 我懂 懂啦 我懂啊 那再重複一下喔 第一個 不要 不要再重複 那我們今天還是 好啦 下一次我們再好好聊一下啦 今天確實有點 超公志的想像 三個禮物 記得留言 我再送回去 好吧 對 也稍微休息一下 好啦 好啦 沒什麼 沒什麼可以招待你的啦 謝謝 好不好 來 很開心 今天啊 我邀請到 我的敏哥 我也希望 可以讓現在所有頻道的觀眾 看到我們很多的不一樣的生活 未來 我還是邀請很多的來賓 然後來到我們現場 然後我們跟大家分享 請持續的 關注我們的午後時光 訂閱 按讚 分享 小鈴鐺 拜拜 餐缺的溫柔 我好久沒聽過歌 厲害了 你還大愛理 你在幹嘛 下次我找大愛理送上節目吧 餐缺的溫柔 你看我的歌聲 我沒有高音 高八主角了 我可以當歌手其實 就是很開心啊 都喝酒 光明真大喝酒 有沒有可能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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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唷 好爽喔 哈哈哈哈 喝酒 喝酒 平常不能喝 錄節目的時候才能喝 多排幾次 一個禮拜錄三次 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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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 喝酒